嘩,即場Marketplace出NFT? 嘩,NFT是什麼? 是不是一些騙型的東西? 是不是一買了就會被人騙了scam的東西? Hello,各位朋友,這裡是即場Marketplace的iPhone 很多朋友都會說,這一陣子NFT那麼流行,究竟是什麼? 可能你會覺得即場Marketplace只不過是YouTube的頻道 是做內容和不同的朋友、創業家、即場世界打工的朋友、自古人士 去聊聊天,分享自己的管理、心得 究竟這件事與NFT是赤上什麼關係? 我經常都說,不要故步自封,也不要沉醉於過往的成功經驗 因為過往的成功經驗可能在現在這一刻,2022年這個世代是很不合用 當你只覺得為以前的東西最好,新的東西是否等於5個嘗試? 所以,因為我搞了這個即場Marketplace,已經有差不多兩年了 因為今年的疫情又開始,這一刻你又嚴重了 很多Event,很多事業活動,食飯,全部都大受影響 我都在想,究竟有什麼可以把它Digital化? 而這件事丟到上網,丟到不同Digital的Plattform去自己營運呢? 我想到了,即場Marketplace這個自媒體的平台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內容,很多嘉賓,我和其他一些嘉賓的朋友 都分享過很多不同的工作方面的,心路歷程的 自己工作,管理,做生意,推廣,營運等等,那麼多不同的資訊 我想,究竟這些內容怎樣可以將它monetarize,可以推出市面 從而可以令到更多朋友認識,認同的一個平台呢? 我就在想,不如找我一個朋友,他是Popsible的創辦人生 他自己都在經營香港本土的NFT平台 這件事,都對於很多朋友來說,可能是很心情的一件事 NFT簡單來說,就是跟藝術和相關的資產裏面 有些影片,一些圖像,一些內容,掛鉤的手法 NFT,我相信大家在YouTube裏面 或者其他在Google裏面,你一打你便找到NFT究竟是什麼 我現在都在嘗試怎樣將我們職場Marketplace這個品牌 將它變成NFT化 可以在Popsible裏面,讓多些受眾認識,甚至乎買我們的NFT 當然買了NFT,最終可以第一,成為我們的粉絲 認同我們職場Marketplace的內容頻道 喜歡的可以買一個我們收藏 另一方面,其實買了NFT的時候 亦都可以有一個機會上來我們這個內容頻道 做一些工作上的分享 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很認同我們的職場Marketplace 或者亦都有機會上來我們的頻道 做一些心努力分享,一些工作,管理,營運的心得 都可以Welcome,可以按下這條link 在我們Popsible裏面有一個職場Marketplace的NFT 除此之外,除了我們職場Marketplace 在Popsible裏面有一個NFT之外 近來也有朋友在搞一些NFT不同的platform 其中有一個我覺得挺有趣的 叫做Meta Bunny Meta Bunny 上面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都是很害怕的,很可怕的角色 如果各位朋友覺得這些圖像很喜歡 或者你又想參與一下NFT這個市場的時候 不妨都可以留意一下這些platform 有很多不同的character 很多illustration的東西,插畫 一些不同的藝術的歌,圖像,影片等等 如果你都覺得這位創作者 你認同他的創作,或者你喜歡他的創作的時候 不妨都可以收藏一些 當然大家可能要計清楚ROI 哪些investment值得投資 或者你作為一個喜歡創作者的作品的時候 你都可以選購少許 將它放入你的collections 可能將來創作者的NFT的價值 水漲船高的時候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這是挺好的投資 所以各位朋友 除了有傳統的股票、基金等各方面的投資之外 都可以了解一下新興Crypto、NFT、STO等等這些方法 希望即場世界裏面除了透過很努力的工作 有一個主動收入之外 很多朋友都在說這些叫被動收入 被動收入裏面可能是透過不同的投資 很多不同你建立了的事業 例如直銷的事業 例如你的投資的portfolio 賺取一些被動收入 無論現在好像疫情的情況下 你都有一個被動收入可以幫助一下自己 令到自己的financial planning裏面 可以加多一些收入 令到無論面對什麼疫境的時候 大家都仍然可以有一個很solid的base 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除了有以上的一些舊式的投資之外 新式的crypto、NFT 大家不妨都留意一下 Possible和Meta Bunny 大家也可以去OpenSea 一個是NFT最大的一個國際上的平台 去看看現在OpenSea裡面有哪些NFT的興起 如果大家可能能力所及 或者你對於這個市場是熟悉的話 大家不妨都可以在上面 收藏一些大家喜歡的NFT 下次再見 拜拜